需要我们去首先判断或者说鉴定检验这个义务它本身的成分或者种类 如果按这个目前新闻报道信息它这个投放的义务是属于经验的话 我认为它这种行为不仅是一种违反社会公德违反道德的行为 也会触犯学校或者企事业单位的一些管理制度 更多它还是一种违反行为 通过投放经验的方式去对女性进行猥亵 然后实现自己的性满足或者是性幻想性欲望 我认为它这也是一种治安违反行为 如果你这个投放的物质它是有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 达到轻伤二级以上的伤情会认定属于故意伤害罪 但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伤情的话 你有伤害别人身体的主观意愿 也有这个客观的行为 那你至少也是违法行为触犯了治安管理主犯法 义务它是属于有毒有害的 比如说农药这类 你就是有故意要毒害他人的主观意愿的话 那你根据最后造成的伤害后果 比如说造成他人死亡 重伤严重残疾 刑法的惩罚就会相对重很多 可能会有死刑无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样的法律后果 如果是这项不特定的人群 在他们的食物中去投放这种危险性放射性的物质 那我们是认为你是有一个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主观意图 那你触犯的就是投放危险物质罪 这种行为因为他的这个社会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最高也能达到死刑的这么一个程度 你投放物质是为了你实施下一步的犯罪 制造条件 是你这个整个犯罪的一个环节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看你下一步的犯罪是哪种类型的犯罪 这种说法是对的 他有一个强奸的这个主观故意 并且他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犯罪 直说他是属于实施犯罪的前期 他因为一些意志以外的因素 导致他强奸行为没有实施 那在法律上其实属于强奸罪未遂的一种情况 他也是以强奸罪进行认定的 近期最高检对于这种情况也有个相关的回应 对于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来投放麻醉精神药品 它是符合强奸罪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 需要以强奸罪等犯罪来进行追溯 而不能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进行处理 发现这个食品或者饮料中有异样的话 肯定是要第一时间报警 把这个证据固定住 如果引用了这些食用的这些食品 那肯定要第一时间去就医 就医是锁定这个因果关系 以及锁定我们的伤害后果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其实作为受害人来说 他做到什么程度 他都是没有办法完全规避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犯罪行为 给自己造成了伤害的 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这些被害人 他事先的防范来防止这个事情的发生 而更多的是要通过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惩罚 来让他们产生畏惧 然后不去做这个事情 并且加强市场 一些职能部门的监管 来使他们受到相应的市场监督 治安管理 然后刑事处罚 然后来规避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